8月6号 在防抗台风卢壁的第一线 福建霞浦县古县村党支部书记孙丽美 在巡查中发现一桥下寒洞堵塞 她下水疏通寒洞 不幸被洪水卷入寒洞 生命永远定格在44岁 站站跳下去的时候 她可能知道自己也没多大希望 她就会再喊 你上去不要管我 你上来你上来你不要管我 2018年孙丽美担任村支书后 她把工位设在村委会办事窗口 方便大家找她 村民们亲切地喊她阿美书记 在担任村支书三年里 阿美书记带领古县村发展起 蔬菜种植等特色产业 为村民们解决治病 就业上学等实际困难 改善村里基础设施 整治环境等一件件民生实事 让古县村人均年收入 从1.8万元增长到2.4万元 走上乡村振兴的道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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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